抗氧化到底是不是 真的就可以抗老 我們先請賴醫師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來 賴醫師 好 第一根口 其實我們要知道那個老化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我們一出生開始 就開始老化了 那為什麼一開始 有這麼快嗎 其實是真的這麼快 不是在長大而已嗎 你想 氧化 因為它是氧化 有氧嘛 你一出生是不是就在吸氧氣了 對 碰到氧氣就開始老化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那我們老化很久了耶 對 但是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到30歲以前 我們生長的速度是 所以你沒有任何感覺 你甚至會長大 會很年輕 很漂亮 但是30歲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容易累 吃東西越來越容易餓 然後越來越容易有 就開始倒嬌 對 所以第一個說 第一個 看老化 第一個 看老化的部分 你可以讓你的老化減緩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 其實老化就是我們所有的細胞 開始在代謝 在死亡 在凋零 所以說你氧化的時候 你有些細胞會死掉 不要說我們膠原細胞會死掉 所以皮膚會垮下來 那第二個 老化也可以造成一些 吸收不好的問題 然後例如說你可能一些 吸收物質 吸收不是那麼完全 那多的物質 你就在身體上產生一些累積 累積就造成肥胖 所以說你抗氧化 第一個可以抗老化 第二個可以抗肥胖 所以這個氧化 還不是只有外面這一層而已 是整個身體的進入這個關聯 所以抗氧化真的很重要耶 真的很重要耶 那我們這個很多 有百分之七十幾的女性 還沒有在做的 要好好聽一下囉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三位美女 為什麼可以保持永遠這麼樣青春美麗 真的 就是有在做這些事情 來 那我們裴裴妳先來啦 好 抗氧化定義招妳會怎麼做 其實啊 因為我現在工作比較忙一點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啦 比較認真一點的說 我一天都會運動個大概一個多小時 比如說先拉筋半個小時 然後再騎那個室內腳踏車 就是那種健康器材 對 可是現在工作越來越忙之後 就發現 怎麼不然我沒有時間運動了 所以我都規定我們店裡的東西 都必須擺在二樓或三樓的倉庫 就是每次有不同的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要拿東西展示給客人看 他們都一定要跑到二樓或三樓 我想說這樣子大家 跑到梯過程當中 就會大口大口吸氧氣 可是通常不是說 運動一定要累積到多少時間 你的心跳要多少 所以才開始有那個病動 感覺那只是勞動而已 對 應該是勞動 不是運動 是勞動 但是它這個角度 也符合現在衛生署 以前說每天要什麼333原則 後來看大家好像都不太做得到 然後就說 那不然反正妳就是有空就走 有動就好了 一天就累積起來 總量到達什麼就好了 應該是這樣子可以抗氧化嗎 應該不行 她的感覺是越來越少 所以本來現在的保持 是因為她年紀還輕的關係 對 我覺得 以前啦 以前很常運動 因為以前一個禮拜 都運動個三到四天 以前更誇張 每一次運動都會到四個小時 以前啦 所以她現在在 她現在在花以前的時間 不是 妳以前這麼閒 以前很閒 其實剛剛主持人講的沒錯就是 江教練你不運動來講 有運動的確是比較好啦 但是其實運動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像剛剛甄莉姐講的 運動有很多種的方式 你要挑適合你的運動 有些運動真的會讓 你的氧化的程度加深 有的是讓你訓練你的身體 能抗氧化 這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稍微介紹 就是我們有分兩種運動 一個叫有氧運動 一個叫無氧運動 所謂有氧運動就是 我們一般搬東西爬樓梯那種 很快 你很容易勞累 對 這是實質不好的運動 那我卡落體不好 你說很快的爬 搬貨 對 很快的爬一下 拿很重的東西 你的身體需要 一直短期之內耗很多的氧 這其實是不太好的 有可能 因為搬給客人 一定很快啊 對不對 對... 我這個好例子是說 它反而容易氧化 加速的話 加速 對 它會第一個 加速氧化 所以會產生比較多的自由基 難怪你才十八歲 現在就長這樣 沒有 像他十八了 等一下說我六十 這樣看起來我年輕一定 那基本上這種無氧的運動 第一個 它只能訓練你的肌肉 有些人可能有些無氧運動 舉壓鈴可以肌肉強壯 但它對你的心肺功能 對於血管 對你的氧化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沒有幫助 那第二個 我會介紹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有氧運動 它主要是說你比較和緩 然後可以坐比較久 最常就是我們的慢跑 快走 騎腳踏車 游泳 訓練自己的身體 把自由基帶走 排毒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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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減少氧化那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種有氧運動 它非得要弄到自己流汗 才算數嗎 還是 這是牽涉那個運動強弱的問題 你不能說太弱 例如說你可能慢慢的走 可能一秒走一步 像你可能走過一小時都沒有用 對 你要稍微 那心跳加快的感覺 那心跳加快 那會表示說你的身體在代謝活動快 身體在慘熱 就會微微的流汗 那個是最好的總統 那像剛剛佩佩說 她可以以前運動到四個鐘頭 那會不會有運動過量的問題 對 會嗎 就是我剛剛講 如果說你是有氧運動的話 四個鐘頭只要你不覺得很累 身體沒有覺得耗盡所有的體力的話 其實算OK 沒有問題 但如果說你做四個鐘頭 你去做那種有氧運動 很累整個累瘫了 根本連站都站不穩 都要倒下來了 那就是你身體已經太過於氧化了 其實一般來講 剛才像佩原那樣子過度的運動 一般比較常見在一些 比如說想減重的女生 因為她想減重的時候 她除了吃東西吃得少之後 有時候她會配合很激烈的運動 那之前有個女生她是這樣 她就是也是因為想減重 可是她吃的並沒有非常非常少 可是她運動得非常多 因為她想說這樣子會瘦得比較漂亮 所以持續幾個月之後 她確實瘦很多 而且體脂肪變得很少 因為她大量的運動 可是她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她發現說奇怪了 她的月經本來都很正常 可是最後的一兩個月變成開始 是來得很少 就是這種點點 後來想說可是我營養夠 因為她並不是極度的飢餓 她還是有維持一定營養 她發生什麼事 醫生就說其實對女生來講 如果你真的很劇烈的長期的運動 你的體脂肪真的變很少的時候 她們發現這女生 她的磁肌素在體內的濃度 也變低了 所以我想妳是 不一定當時有老化 但會Man的 所以她就反而變Man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錯妳可能身體覺得看起來 什麼肌肉什麼都還好 可是妳可能女性的味道 會少得那麼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第一個 這沒有很嚴重 這沒有很嚴重 第二個嚴重是有些真的 像剛才我們在講 有很多的運動 它其實是無氧運動 其實最經典的案例 你看像NBA他們打籃球 它是過氧化 它不是氧化 它是過氧化 過氧化自由基累積更多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去統計發現一件事情 NBA的球員在球技的時候 跟他們休息的時候 你想說球技當中都在運動對不對 休息的時候沒什麼運動 因為只是適度的訓練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球技當中 反而感冒的機率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他過氧化之後 他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真的喔 對 所以說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最近好像身體有點累累的 好像有點感冒 不然來運動好了 住戲你一定死定了 因為你那個時候去運動 或者是讓你的身體那個反而更早 你這樣講喔 剛剛我還想到一個例子喔 這個我不曉得 他的優缺是怎麼樣 就是你看以前我們像 認識憲哥的時候 憲哥他說他 我主持量超大的時候 他說 我一天啊 我都睡很少的 反正要睡以後有機會睡啊 對 所以半夜要去打高爾夫 再怎麼忙我都去運動 但是睡眠時間不夠 還滿會模仿的 對 他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講話 沒辦法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運動量也許有氧或什麼 我運動量有 但是我犧牲了睡眠 第一個 我跟你講 其實所有東西 你會想像是 加減法的概念 運動是加法 飲食是加法 然後睡眠是加法 如果說你睡不好 飲食不好當然是減法 那當然你年輕的時候 你很多的能量可以去消耗 好 你說那個例子的狀況來講 有可能是稍微有點減法的感覺 他睡不好 可是他有做運動 但是他吃不好 所以事實上你的身體在一個 加價經驗當中 其實是會一個非常不平衡的狀況 變兩個負一個陣而已 這種做法說不定 還比他不做運動 但是睡飽一點 對 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 反而還比較好這樣 對 不過他還好 他是去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也算是 一種有氧運動 有氧的 因為他可能打了之後 如果你是坐高爾夫球車 就沒有運動到了 對 走路就運動到了 對 有道理 就是有氧運動 好 那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那運動 真正達到我們這個 比較抗氧化 其實我跟你講 每個人他有不同的 去算你怎麼運動的方法 但是其實要去算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們會建議 就是所謂的333 就是說你每週至少要有三次 那時間的話 每次大概要超過半個小時 30分鐘 超過30分鐘以後 你的身體一些脂肪 才會開始被消耗 你30分鐘以內 其實都是一些血糖消耗 其實你根本 脂肪根本沒有掉下去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心跳 稍微有一點快一點點 那一般的人 心跳大概是70到80下 所以大概你跳到130左右 都算是OK的 那如果萬一我有氧運動 我是走路快走 我的心跳就是沒到130 那我走了一個鐘頭 這樣算嗎 對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 讓你的心跳 真的跳這麼快的話 因為其實每個人有多有少 每個人他運動的強度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到130 他會覺得很累很不舒服 那你可以稍微僵一點點 但是你的時間再拉長一點點 也是可以 對 或是說就剛剛講的 稍微出汗 這個是評估的方法 你不一定要出滿身大汗 但是你只要沒有發熱 沒有流汗 其實就表示不夠 那所以我們在家裡 譬如說像女生會減肥 跳那個正多焰 剛好就是35分鐘 對 那個會癱耶 對 其實那個滿累的 你知道嗎 那那個跳完其實是 有幫助我們抗氧化嗎 其實如果說你時間夠強度夠 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基本上你跳個35分鐘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就是剛好一段就是35分鐘 對 我剛才說其實那個正多焰 我知道有幾個醫院的那個 他們的減重中心 其實就是用那個 來當作減重的運動 真的喔 所以他們因為之前一些減重醫生 評估過他這個運動方法 覺得如果你知識正確 其實他還滿好用的 對 所以是一個建議好不好 那你這個三三醫院 像我剛剛有講的 衛生署現在又退而求其次了 以醫院現代人 沒時間運動的需求 所以說你只要累積下來 你可能走五分鐘 OK 把這一天總和有到 三十分鐘的運動量也可以 對啦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你總比沒做好啦 對 那甚至他們現在退步到說 你只要日常生活有動 例如說你可能 你不要說 這個活得要動 你要活得不是要動嗎 要整一直放寬 有一天 問一下說 只要你們手指腿有在滑滑鼠 就可以啦 一定要動啦 接下來這位你看 長得停停於離停有 這個絕招應該是 大家可以學的 我是比較沒有在運動 反正沒有在運動 我就跟那個 大概每天走五分鐘 十分鐘的人 送小孩子去上課的時候 但是我是屬於一個 比較被動的方式